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博 我是文恩 正在猶豫來大阪該怎麼玩嗎? 這次我們要來介紹五個大阪旅遊的特色景點 懶人幫 這裡就是新災橋以及道敦爵地區 新災橋經商店街啊 這邊店鋪變得比較廣廣的 而且知名的店面蠻多的喔 這條商店街啊長外80公尺 而且啊總是有180家以上的店鋪喔 那新災橋經商店街呢 跟百貨公司連在一起 像這裡就有大王百貨的Gucci 那藥妝店在這個商店街也是少不了啦 所主要幹到以外 新災橋兩側有很多商店跟餐廳 來一天都晃不完 源自於大阪 The Cheese Tart Pablo 我後面的這家 The Croissant 拍了超多人 感覺超熱門的 道敦爵這邊啊小小一條街單聚集非常非常多家的餐廳 而且啊我覺得他們這邊餐廳的特色就是啊 招牌都要弄得超大的 剛拍了好幾家的招牌一家比一家大 防吸引人過來吸睛大法 在我後面就是道頓泉有名的螃蟹的店 卡尼道樂 後面這家也是當地人氣的回轉壽司 原路 這邊的紀念餅店讓你大阪的特餐買到瘋 古里口這邊的霓虹燈牆 還是大家IG打卡必來景點 這邊是道頓爵底下的Abbis橋 然後這邊啊會有很多那種很觀光的船 在上面就是開來開去 這邊是法山寺恆平 多小小的極密的餐廳喔 這條小巷子啊超有傳統日式風味的 看到這個石板路還有兩邊的G9 真的推進來這邊晃晃喔 來大阪當然不能錯過他的美食啦 首先我們先來到黑門市場 我們剛剛看啊大家都在排隊 然後搶著在買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來找找看有沒有什麼 感覺很好吃的小事 這個都會叫做鰻魚玉子燒喔 這個鰻魚啊 加上這個鰻魚烤醬的甜味 再加上這個玉子燒的鹹味 合起來我覺得還蠻搭配的 第一次吃到這種口感 來買一個那個炒的烏賊 然後它是大蒜跟奶油煎的 它其實吃起來 口感是比較紮實的 比較久比較硬 但是嚼起來海鮮的感覺還是蠻新鮮的 接下來我們來吃大阪的庶民美食 章魚燒 不愧是大阪用料非常的實在 大阪美食真的很多 我們也推薦大家去通天閣吃串炸 在新齋橋享受 大阪的高評價法國料理素 以及觀光客人氣燒肉店淡馬屋 在大阪也有許多值得參訪的神社 比方說駐吉大社 駐吉神社是以祭拜海上安全為主 然後全日本總共2300個神社 為在大阪這個駐吉大社 是它的總本宮 而且它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已經有1800年的歷史了 這神社造景蠻好看的 也十分的幽靜 這邊的木造建築啊 感覺相當的歷史悠久 非常的有味道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四天王寺 四天王寺這邊呢 祂的祭祀的本尊是 救世觀音菩薩 那祂配祀的是四大天王 那祂的創立者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創立七大寺之一喔 這邊就是四天王寺的本殿 進來這邊要參拜料金是300塊之幣 我們現在來介紹日本三名城之一的大阪城 大阪城是由戰國三節之一的封城秀集所建造 在1997年日本政府指定為登陸有形文化財 現在大阪城的天守 是在1930年 昭和五年的時候 由鋼筋水泥所附足 除了大阪城天守合之外 占地遼闊的大阪城公園 還有梅園 二字丸庭園 棒球場等等的 是一個很棒的休閒場所 我們最後來介紹能夠看到大阪城市風景的三個地方 首先先是Harukas 300 Harukas 300如其名 就是位於300公尺高的大樓 阿貝也 Harukas裡面 展望台的一張門票1500塊日幣 可以從58、59、60樓的觀景樓層 360度俯瞰充滿紅利的大阪 將城市風光盡收眼底 在高空庭園邊欣賞風景邊喝咖啡吧 然後這個地方是空中庭園 空中庭園展望台位於梅田的藍天大廈裡面 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登上戶外的展望台 一看大阪風景 一張票1500塊日幣 這個展望台 它一樣也是360度的環境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來到了天堡山摩天輪 摩天輪的票價一個人800塊日幣 天堡山摩天輪高112公尺 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輪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大阪旅遊 五個特色景點的懶人幫 我是我是寶寶 大家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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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